不過當時有點奇怪了 第一個因為看到媒體說 台南大家都知道嘛 台南那邊很多人政界都知道這個事情 那大家知道賴慶哲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這個你要用部會首長 情治單位那麼多 情治單位不知道 到底講都要問的 到底他過去這個人 都要去徵詢一下的 所以這個有點奇怪 但另外一種可能搞不好誤會了王洪威了 不是因為王洪威秀那個照片 所以呢這個李孟元才跟他小三 所以人家在拍我們 搞不好賴清德就跟他講說 以前的事就算了 從現在開始當部長 跟以前是不同的 就老沈講次長無所謂了 部長過好好做 所有的事情過 以前的事情都過了結乾淨 今後夾著尾巴做人 好好當你的部長 他一聽 趕快去跟小三說 今天開始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因素 我一直亂猜的 否則為什麼他一路升官 跟那個張小姐都處得很好嘛 對不對 那麼到了部長就就就突然好像就很冷淡了 害張小姐覺得很生氣了 就很奇怪嘛 不是很奇怪嗎 季凱 謝榮介是把這個陳宋燕的事情跟 李孟燕把他兩個放在一起 那我這樣講好了 大概兩個月前就有人跟我講說 就是那個內閣剛剛組成後沒有多 就有人講說有小三的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就是 第一個如果已經有人在傳這個風聲 就已經有人去講 我們是比較專業問生 我沒有詳細再問 不過聽他已經聽起來應該還有 所以可能賴清德跟這個內閣 還要注意這個 注意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至於李孟燕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兩個層面 現在大家會去討論的 從一開始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講到張剛偉這個這個事情 剛剛提到幾個人 張剛偉的律師跟他的關係 第二個講到珠樓山人 珠樓山是我自己人 珠樓山人這個背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記得他跟珠樓山人吃飯除了有什麼步伐 要不然珠樓山人實際上最有名的就是當初換柱了這個事情 因為他是 他是這個長榮交響樂團的創辦人 長榮發對他非常信任 他是他是文化大學英內系畢業的 那珠樓山人一方面是對英內很瞭解 一方面他對這個普化什麼那些有有些有些興趣嘛 那當初他就認為說他判斷說可能洪秀柱會被換下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電視上開始講的這個第一個開始講到換柱的時候上次珠樓山人講的那珠樓山人就是交往很多的生意人跟這個政界的人還有這個媒體人嘛 所以你說你不願意跟他吃飯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除非後來有什麼證據 要不然這個老講這個不過成問題 因為張崗偉的律師這個真正有殺傷力在什麼地方 上次就現在在爆料在講的 就是這個他這個小山這個陸配住的地方是張崗偉他蓋的 那這個裡面這個這個房子老講 我的瞭解好像沒有不見得有三千多萬那麼多好像房子沒有他的住人沒有很大 可是裡面有沒有用到他的錢 有沒有用到張崗偉這個資料去查的 我就不要冤枉理工業 就是去查把他查清楚 自由時報今天登的是說一千七百多萬 不過據說那個可能是當時照買價或什麼 那現在他們告訴我說市價可能三千萬 對呀所以瓜哥你可以去看 第一個是自由時報去追這個東西 這個就怪了 他對媒體都瞭解 結果是自由時報出手 這個就是要畫一個溫號了 那第二個我覺得現在就是說不要去猜李孟燕有什麼問題 這個東西非常清楚嘛 就是說他有沒有貸款 或者說他去買的時候用誰的名義去買 這裡面有沒有對價 如果沒有的話就還給李孟燕清白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幾個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先把李孟燕就是說住在裡面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對價這個問題 把他查清楚 沒有的話就不要再去冤枉李孟燕 這是一個的 第二個那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陸配嘛 大家現在開始在團了 就會為什麼事情會講到那個趙天寧那個事情 趙天寧是中國女子對不對 現在有講陸配 所以有人在講說 民進黨是不是一方面就講抗中保台 那為什麼你們跟中國的關係又是那麼密切 這會引起大家共同一起討論 我們開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